Question number one After hours of discussion Our class finally reached the blank That we will go to花莲 For our graduation trip 好我们开始呢看题目 After在什么什么之后 好这边有个片语呢叫做 Hours of 那hour原本的意思是小时 加了s之后变成复数型 加上一个of之后两个字 Hours of我们中文就翻成 数小时 几个小时的 好几个小时的什么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 discussion中文 我们翻成讨论 它的动词是discuss 只要把ion去掉 就变成它的动词的形态 好所以呢一开始呢 这边是一个时间副词片语 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Our class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 好这个class就是我们的班级 我们的班级怎么样呢 最后finally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finally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中文翻成最后终于 它等于两个蛮常见的片语 Andy呢建议各位呢顺便把它记一下 第一个片语就是at last 两个字的 还有另外一个片语呢 是三个字的 我们英文念成in the end 这两个片语 它的意思都跟finally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的班级最后怎么样呢 reached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好这个字呢 我们英文念成reach 它的意思 当做动词的时候 表示到什么什么地方 或者是伸出你的手背 去拿什么东西 我们英文就念成reach 那如果它后面有接地方的话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到达 或者是抵达 那除此之外 如果后面接的是人 或者是一个单位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 和什么什么人 或什么单位取得联系 此外它也可以当做名词 中文呢 我们就翻成可以触及的范围 英文就念成reach 但是这个字呢 Indie要提醒同学的是 有另外一个字 大家应该很熟 这个字呢 就是reach 那特别注意到 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翻成富有的 当做名词是有钱人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边的ea 我们发成长音念成reach 这个i念成短音 念成e 要念成reach 所以一个是reach 一个是reach 特别注意到发音的不同 好 所以呢 我们的班级 最后终于抵达了什么呢 好 各位看到没有 这边有一个that 所引导一个子句 而这个子句 在这边就是用来说明 前面的先行词 说明了这前面的先行词呢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we will go to花莲 我们将要去花莲 去花莲的目的 不要忘记了 for这个介细词 后面可以接原因 也可以接目的 去花莲的目的是 为什么而去的呢 for our graph graduation trip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能念成graduation 它的意思就是毕业 或者是接受什么样的学位 我们可以在后面加上 ceremony这个字 这个字念成ceremony 众音节在c的前面 好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典礼 那graduation ceremony 指的就是毕业典礼 好 所以呢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去的呢 我们去花莲的目的 是为了trip 是旅行 什么的旅行呢 graduation trip 做的就是毕业旅行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四个选项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字呢 我们念成balance balance这个字的意思呢 中文当成动词的时候 叫做是平衡 名词平衡的意思 你如果邮局 或者是银行里面 有存款的话 那么纯洁 或者是你的节语的款项 英文也是用balance 这个字 好 接下来第二个b的选项呢 念成conclusion 来它的音节 con念成con cru念成clue sion跟tion 一样都是名词的字尾 我们中文念成 我们英文念成shin的发音 conclusion 中英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中文翻成结论 或者是推论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会遇到一个peng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句子 这个题目的答案 叫做reach the conclusion 那这个reach the conclusion呢 其实呢 它非常的常见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 达成结论 英文就念成reach the conclusion 好 第三个c的选项 这个字我们念成definition 它的意思是定义 或者是示意 每一个英文 它都有它的definition 那每个字都有它的definition 就是定义的意思 那这个字是名词 它的动词呢 我们念成define 那define的意思呢 就是给什么什么东西 或什么事情下定义 英文就念成define 那我们说a被定义为b 然后这边就形成了一个片语 a be defined as b ok 好 这是一个蛮常见的片语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念成harmony 第一个音节在har 念成har 第二个音节念成m 第三个音节你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harmony 那harmony这个字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呢 就是和谐或者是协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能念成harmonious ous结尾的通常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看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题目的选项 我们答案要选择第二个b conclusion 重点在这个片语 就是reach the conclusion 达成协议 所以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我们的班级最后 终于达成了这个协议 我们要去华联毕业旅行